当日,万达商业宣布整体出售旗下文旅和酒店业务,总金额达600多亿,其中,旗下13个文旅项目91%股权,以438.44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融创,77个酒店以199.06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复利地产。 而在此前公布的方案中,这些资产原定由融创全部吃下,复利接手万达酒店资产的价格与原定给融创的价格打了6折,即少了136亿,这也让复利背上了趁火打劫的冒名。 也让交易当日会议是摔杯的细节更显真实,王坚林在此之前没有这么狼狈过,2017年之前,他已经连续三年成为中国的首富,万达一直保持高歌猛进的姿态,万达广场,万达承载国内一家接一家开工,国外的收购投资物局,设计地产物业,影视娱乐,甚至足球。 这一次,或许真的是王坚林哭了,追念2017年,从亚洲首富,到大马城市请,遭受股价双沙,随后海外投资频频受限,被当局点名制止存款,实行海外投资,到甩卖市的减资和出卖严重资产,650亿出卖万达物业,再到万达网科被报裁人,宪正一个异小墓地的百姓公共,从年中的亚洲首富, 当年摩得市值缩水500亿,一场大马城市情急发的滑泄炉,还能使王健林站起来吗? 万达网科大规模裁员消息闹得沸沸扬扬,据报道,万达网科将从目前6000名员工裁置300名,只保留职能部门,裁员率高达95%。 这家曾被管理腾百万光环,被王胜富寄与后万达最红子公司陷入绝境。 据万达网科离职员工披露,眼下,万达网科,甚至万达集团的情况都非常糟糕。 他去年三季度离职已经算是相当幸运了,大部分加入公司不久。 当年高薪聘请的中层以上,管理人员很多都已离职。 此次大台员选在年前,万达可以省下一大笔年终奖。 马云说,这个时代,挣钱,不再是靠体力,更不是靠一天熬八个小时打工,而是靠思维方式的改变。 这是一个观念和知识致富的时代,在意还是不在意,相信还是不相信都改变不了决定的事实。 感觉醒了,该行动了,要想人生总辉煌,不通时期要改好。 要想人生总富有,必须跟着趋势走,赚钱方法或项目。 了解月入十万赚钱商机,如果你想月入十万以上,下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